字幕早晨 早晨 很高興又見到大家 首先因為上次來的時候應該是六月尾 六月尾的時候我跟大家說過 我會去幾個星期巴拿馬短孫 當中首先很感謝大家的代討 這一次亦給我很經歷神的作為 感恩 今天真的從巴拿馬回來 我也帶了巴拿馬的東西去 別說話 今天有些嘉賓在巴拿馬教會 剛剛這麼巧他們在星期一來到羅省旅遊 今天很高興邀請了他們過來 還有一位年輕人在年輕人做分享 很感謝主 整個過程都給我很大的力量 因為你們的代討 每次去短孫我們都好 所以要好 所以要為我們代討 這次特別是因為視望兩間不同的教會 一會兒在主一學時間 我有過巴拿馬短孫的分享 當中 如果你們想更加認識 短孫是做甚麼的 巴拿馬我做了甚麼工作的時候 邀請你到他可以參加我們 主要學的時間 第一件事要說 在當中 本來沒有預備 我要講那麼多長度 本來我去到是想講八長度 後來越來越加越多 變成我要講十二長度 有一次我看到Louis和Peter 他們說你的聲音都變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聲音會怎樣 會否恢復正常 不過一直都感謝大家代討的時間 講回今天的經文 今天的經文在約翰福音第二章 一至十一節 我先問問大家 假如你好像超人那麼厲害 假如你有擁有 好像耶穌這樣的超人能力 你可以能醫百病 你可以起死回生 你還可以好像耶穌那樣 用五餅義餘來餵飽五千人的時候 你跟著就可以平息風浪 好像耶穌那樣 你可以景樂情間 你可以走各樣神跡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來到一個城市 我不要說LA 一個城市 但這個城市是很有問題的城市 你看到這個城市裡面的黑暗面貌 你又看到城市裡面的惡勢力 和社會的暴行 你看到政府有一次真的有些黑暗 也都那些奸商勾結的時候 搞到當地的人民不聊生 居民的利益被剝削了 而且又會出現了失業的問題 因此又可以影響到他們有家庭的問題的時候 那如果你有這麼的超人力量 你又會做些什麼偉大的神跡 去改變這個地方呢 你會不會先去清理了政府的問題 撐除了那些貪官污吏 把那些全部的壞人 把所有的監獄放在監獄裡面 又或者你會不會先行去解決 這個城市的經濟問題 他的醫療問題 或者去大肆改革 讓人人都可以安居樂業 安定繁榮 又或者你甚至乎 會去到當地的醫院裡面 把那些重病的人 生癌症的人全部都醫好了 甚至乎你說不足夠 我還要去到當地的殯儀館那裡 把那些死的人起死回心 讓那些家人不會再傷心了 你會不會做這些事情 可以將這個城市編繪 一個很有秩序的城市 而令這個城市再沒有歧視 也沒有罪惡 也沒有爭執 也沒有眼淚 當然 當你走這些偉大的神跡的時候 你會在哪裡走 當然 可能應該去到那個地方 最熱鬧的城市中心裡面走的神跡 你會當著很多人 不斷揮一揮手 然後整個城市立刻 重建好了 會產生一些很翠綠的花園 很漂亮的花園在那裡 也都將那些全新有最好最新的設計的建築物 在那裡出 那些人當看到你走這麼偉大的神跡的時候 個個會怎樣 去歎為官子拍爛手掌 是不是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當你神那麼敗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行神跡的能力 你又會怎樣做 在整本聖經裡面 記載了主耶穌行了多少個神跡 記得嗎 沒有數過 三十多個神跡 而我們今天看的經文 就是主耶穌行第幾個神跡 第一個神跡 主耶穌行第一個神跡 通常我們來講 當你要行第一個神跡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通常都在想 嘩我們要怎樣 打響頭炮 一鳴驚人 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第一個神跡 我們要行的時候 要找一些很出名的地方 人最多的地方 好像當時的京城的耶路撒冷那樣 還有我們還要在那些 拳高高貴的達人面前才行這些神跡 讓他們知道 讓我們才出名 是不是應該這樣才對呢 我們在第一節經文 我們看到他們講到什麼 他說 第三天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親的賢籍 耶穌的母親在那裡 這裏第三天的意思 是指耶穌當時在加利利逗留的第三天 主耶穌行第一個神跡的地點 就是這個加拿一個婚宴裏面 加拿是一個非常小的城市 是一個寂寂無名的小鎮 很少人知道 在這個地圖裏面 一看就看到加拿在哪裡 看到嗎 看到嗎 多難找 都要找一陣時間 在哪裡 如果找不到 現在指示給你看 其實加拿在地圖上 它的地理位置和面積 都是微不足到 至於在加拿這個婚宴裏面 那個人物的方便 甚至乎 這個婚宴的主人家的名字 其實在聖經裡面都沒有記載到 可見得那些不是什麼大富大貴的才主 他們只是一些極平凡 極普通的家庭 但是神就偏偏要選擇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家庭裏面 去彰顯他的第一個神跡 即使就好像 你是一個直直無名 你是一個身份卑微 卑微到好像街邊那些流浪漢 那些homeless那些人 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不會理你 怕了你 但是主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 無論我們的身份是怎麼那麼卑微 無論是怎麼那麼普通 甚至乎我們是多麼骯髒 他都會愛我們一個人 他願意愛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我們的身份 無論我們怎樣 因為他就是愛我們的神 神願意走進我們生命中 每一件的大小事情 祂要用祂的神跡 來給我們驚喜和祝福 但是我們要怎樣做 才可以經歷到這些神跡 還要在哪裡我們看到 怎樣我們才看到真真正正 看到神給我們要看的神跡 重點在第二節那裏 重點在第二節那裏 哇第二節經文很短的 你們給我讀完每一個字出來好不好 一二三 耶穌和祂的門徒也請請祂辜職 一段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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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的經文 我們看到這家主人 你看到什麼?你看到什麼? 很短的沒什麼講的 其實很聰明 你的主人家相當聰明 當他們有一個婚宴的時候 有一個喜慶的時候 他們將耶穌和牧圖都邀請到一起去 因為在任何的起現上 無論起現無論事件有多熱鬧也好 有多少人參與也好 如果沒有了主耶穌的參與 他們都會缺乏真正的喜樂 特別在婚姻裏面 當我們的婚姻裏面 在中間裏面沒有了主耶穌的大領 沒有神的大領的時候 就會失去了天上來的福氣 通常我們看到耶穌行神跡的故事裏面 大部分的人都是當有些 不是那麼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才會請主耶穌進入拯救 我們生命上可能會有困難 甚至乎我們家人有病各樣 才會釋求人 人很少在順風順水的時候 會找神去尋找神 會去親近神 不是他們會去犯罪 不會再犯罪 一個太平成勢的時候 突然去犯罪 他真的會去行淫,令到每一次他們都在一個循環裏面 當他們犯了罪,當他們行淫的時候 神就會放他們在一個光景裏面,被其他人欺壓 被愛族人欺壓,然後他們被欺壓的時候 他們會呼求,當然愛我們的神也會拯救他們 但是我們人就是不知為何,通常就是一個在幾千年前已經有這樣的性格 有這樣的想法,每一次我們當我們順風順水的時候 我們很少去找神,神通常我們會做另外一件事,就是犯罪 唯獨在這一家人裏面,當他們在最開心,最有趣的時候 他們不單止沒有忘記到神,他們還邀請神 耶穌和門徒去參加這個婚宴,這個延職 因為他們只是很單純地,只是為了親近神 要和主耶穌去一起享受這個歡樂 所以這個家庭真是配得主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職 你們告訴我們,在第一節和第二節的時候 我們能夠經歷水面走這個神職的時候 是因為人願意對主耶穌的接待開始 第一件事我們很重要,必須要接待主耶穌 然後我們看看第三節經文 第三節經文說,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 他們沒有酒了,也是一節非常短的經文 這裏裡面說到第一件事是什麼?酒 這幾次經文,第一個字是酒,酒是代表什麼? 酒在聖經裡面通常是代表,很多時候作為一個喜樂的象徵 不是叫我們去喝醉,千萬不要說 聖經說是喜樂,我要多點喜樂,我多點喝酒 不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聖經裡面,我們沒有說不可以喝酒 但問題上,不要給酒核濕 不是我看出來說,我們每個人去喜樂 我們喝酒在裡面代表一個喜樂的象徵 因為按當時猶太人的禮節裏面 在這個婚宴的時期 他們的婚宴不是好像我們中國人 我們今晚去結婚再擺酒,喝完就算了 不是的,他們一擺就擺多少? 有時候擺好幾天的,有時候一七天 在現職裏面 當時的婚宴在過程中 主人家會用無限量供應美酒出來 所以有時候人們真的很樂 在一個婚宴裡面 他們是用幾天的時間 享受這個歡樂 所以在加拿的婚宴裡面 突然說酒用盡了 酒用盡了 是一件非常尷尬,非常失禮 很沒面子的事情 一件本來很開心快樂的事情裡面 突然會變成一場鬧劇 甚至乎變成一場悲劇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不是正正我們人生的寫照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現職 這個現職也代表我們什麼? 代表我們的人生 代表我們的人生 而酒用盡了可以代表我們的人生 去到一個盡頭,去到一個困境那裡 因為人生實在有太多意外 是無法理解也無法控制 而且這裡所發生的意外 全部都是突然的 如果我們單靠人的能力 是絕對解決不了 我想問問大家 在你們生命中的現職裡面 你有沒有經歷過酒用盡了? 有沒有? 有沒有經過酒用盡了這個困境? 這個時刻? 你有沒有試過有突然其來的人生上的打擊? 好像有些人 他們用了他們所有的身家 投資在股票裡面 股票突然的市場狂卸狂一些 他們的身家在一天內清了袋裡 有些人當他們拿了他們的身體檢驗報的時候 醫生突然告訴他們 對不起,你有一個絕症 有些人也發現了 當他們突然在婚姻裡面出了問題 他們都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已經去到一個 無法挽救的地步 有些人甚至乎他們的家人會突然離世 我昨天也參加了一個安息禮拜 我們教會裡面有一位姊妹 約了一些朋友 找教會的朋友去吃飯 她想去吃飯的時候去好心 因為後面花園有一棵 有些果樹 就去爬上果樹那裡 想摘些菜給她的教伎弟兄姊妹 吃飯的時候 但是很可惜 就真的跌了下來 那很快 第二天就神接走她 昨天去到那個 壯麗的時候很感覺 人生就是這麼突然 人生就是這麼突然 我想著還說下兩個星期跟她開會 突然姐妹就走了 好像很多事情都很突然發生的時候 這些就是我們人生的寫情 我還記得在十幾年前 我們教會裡面有一位弟兄 他工作是去婚禮裡面 跟別人做攝影和拍照 當時有一晚他去到那裡拍 也好像今天所講經文那樣 有個婚宴去拍照 當時氣氛很好 很開心 他做完之後都很高興 雖然經過一日的辛勞 他做得很高興 然後他們又收拾了他的攝影器材 弄好之後 就走到他的車那裡 想著離開 當他想著想踏車 想離開的時候 突然在窗門那裡 有人伸了一支窗 在他的頸那裡支住 當時很突然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是否他想爭執 還是其實他之後 他沒有想爭執 可能他動了一點 那些賊 他以為他想反抗的時候 就在那裡開了一槍 從此之後 這位弟兄 十幾年就在輪椅上度過 因為他從頸下低的時候 全身癱悔 全身癱悔 而且最慘的一件事 他當時的太太 還在他旁邊 他太太在這個情境裡 突然發生了一個很強的憂鬱症 搞到這十幾年來 每次他太太都不敢去探望他丈夫 因為他每次去見她丈夫 他就想到當晚我恐怖的情境的時候 所以到這十幾年來 他太太是很少很少去探望他丈夫 而這位弟兄 每天這十幾年來都在輪椅那裡度過 在一個療養院那裡度過 但是他仍然依靠著主耶穌給他的能力 他不但沒有放棄他的生命 他還去到大學那裡 完成他的學位 完成他的大學學位 他的表現 我們每次去探望他的時候 都看到他的生命力 因為神給他的生命力 所以也成為了其他人的激勵 也成為其他人的祝福 所以這位弟兄在兩個月前 最終於都要給神接走他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動過 很多病發症開始發在他身體上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看到人生就是很突然 我們往往以為我們去江洋的時候 很開心的時候 我們可能說我們什麼 今天不知明日是 所以我們真的找著機會 我們不要放棄跟隨主耶穌 未認識主耶穌的時候 我們需要知道 我們需要去認識主耶穌 然後我們再看下去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他的做法好像有些奇怪 什麼奇怪 當時的廣東說 走用盡了 沒有走的時候 耶穌的母親 他沒有去請負責這個賢藉的人來幫忙 他反而怎樣 他反而走去找請耶穌去解決的問題 他跟耶穌說沒有走了 當我們遇到挫折困難的時候 你會不會第一時間 將你的困難告訴主耶穌 求祂幫助呢 還是我們這些人通常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用盡我們所有的方法 直到沒有法子的時候才去找主耶穌呢 大部分人當我們人生出現困難的時候 當我們解決不了的時候 等我們人生跌落到谷底的時候 才知道要去找主耶穌 雖然我們有時好像很遲才去找主耶穌 但是主耶穌一點都沒有介意 因為祂一直在等我們邀請祂來 進入我們的言直 進入我們的人生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真的要學習 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不要等了 不要等我們用盡我們的方法 不要用我們的智慧去做 因為有時越搞越和 越搞越糟糕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去學習 無論大小事情 我們都要找主耶穌的幫助 接著我們看到第四和第五節 第四節我們看到這句經文是說什麼 他說母親 原文就作婦人的意思 我說我與你有什麼相關 我的時候還未有到 我知道很多人 當他們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們會有些困難 什麼事 好像說這段經文 還有其實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查這段經文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段經文是幾難解釋 還有很多解經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它裡面產生了三個困難 讓我們看到 第一個困難就是 為什麼耶穌對祂母親的態度 好像那麼失儀態 好像對祂母親不是很尊重 第二個困難就是 為什麼耶穌突然對祂母親說 我與你有什麼相關 好像亦失了耶穌一般的常態 第三個困難就是 當耶穌說我的時候懷末有到的時候 其實祂所說的 祂是指什麼事呢 我們很多人都有困難 其實這句經文是說什麼呢 其實耶穌對祂母親所說的話 說話的時候 你眨眼一聽到的時候 好像覺得怎樣 會不會覺得 是不是好像沒有什麼禮貌 好像沒有什麼禮貌 其實並不是這樣 第一個困難就是 當耶穌稱呼祂母親馬利亞 用婦人這個詞語的時候 母親其實原文當你翻譯的時候 應該是夫人 夫人啊 不是夫人 夫人 其實是一點都沒有不尊敬的意思 反而表示一個尊敬和親密的稱呼 第二個困難說 我與你有何相關 如果你一聽到你廣東話 你會怎樣翻譯 關你什麼事啊 我關你什麼事 其實原文在裡面只有四個字 四個字 如果英文來說 原文這四個字就是什麼 What to me and to you 如果你譯這四個字 就是說 什麼是我和是你 你覺得好像無厘頭 什麼什麼是 如果你真的譯出來 就是說 我與你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至於耶穌和他母親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至於耶穌和他母親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下面就要有交代了 然後第三個困難就是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們這裡是表示什麼 這個我想大家可能都猜到 這個不是太難猜到 是表示耶穌是按照著神位的安排所定的時間表去行事 是說主耶穌在十字架受死的榮耀的時刻 你從什麼來到 我們大部分這裡都知道 耶穌是會為我們釘十字架 也是會榮耀神的時候 那一個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這個全節 這個第四節 如果你是很完整地說出來的意思呢 就可以說 尊貴的夫人 我與你的關係 從現在開始已經不同以前了 我是利塞亞 我是你每一個人的救主 只是我上十字架的時候 證明我是救主的時間還沒有來到 大家會明白多一點 在第五節裡面 我們看到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對主耶穌的信任和信服 當耶穌在第四節這樣回答她的時候 馬利亞是絕對信任耶穌的宣言 她隨即她就吩咐當那些仆人 要聽耶穌所吩咐的事情 就說她跟那些仆人說什麼 她說耶穌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但是馬利亞其實不知道耶穌的計劃 她也不知道耶穌的時間表 她也不知道耶穌用什麼策略 但是她仍然願意交託全心去信服主耶穌 我們今天做基督徒的 正正就很需要像馬利亞這樣的信服 當我們每次祈禱的時候 去求神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怎樣 我們有時候會叫神 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用我的方法去解決 用這個時間去解決 其實我們的討告應該是怎樣說呢 是說願神的旨意成就 不是說願我們的旨意去成就 因為我們需要順服主 我們需要順服神的主權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這個純服的功課 有時候真的很困難 我們往往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應該是這樣做的 但是我們的人通常可能不願意這樣做 可能說我繞個彎這樣可能都OK了 但其實有沒有問題呢 我想我們需要的就是真的願意順服 很多大小事情裡面 可能有些人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我們平時生活上可能做錯了都沒有什麼所謂 可能我們說個謊話都沒有什麼所謂 只有善意的謊話 但這個善意大話裡面可能對你自己有利益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一個不是很順服的表現 所以我們需要順服主耶穌 我們需要順服神的旨意和主權 然後我們在第六至第八節 我請大家一齊讀這幾節經文好不好 一二三 朝猶太人結證的規矩 有六口石棠擺在那裡 每一口可以成長三桶水 耶穌對肉依然說 八個倒門了水 他們就倒門了 直到港口 耶穌遊說 現在可以出來送到無情直的 他們就送了去 這裏說到有綠缸的水 按照當時猶太人的規矩 這綠缸水要用來做什麼 是不是用來喝的 不是用來喝的 他們要用來洗手和洗腳 潔淨來用的 因為當時猶太人所穿的 不是我們穿的名牌Nike 很漂亮的鞋 他們所穿的是什麼鞋 穿草鞋 穿草鞋 草鞋 你知道 用草鞋去步行的 去走路的 但他們走的地方是什麼 是不是地纖 現在的hardwood floor 那些 也不是吧 當時他們走的路 是泥和沙所造成的 那些爛路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你走完那些路 穿著草鞋 走完那些路的時候 你的腳是會怎樣 你會鋪滿泥塵 相當之不開胃 甚至火 所以當他們進入房子的時候 他們是需要用水 來洗他們的手和腳 來清潔才進入房子裡 這裡說 那些仆人 非常聽從瑪利亞的吩咐 他那些聽從瑪利亞的吩咐 就是因為瑪利亞叫他們 耶穌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當耶穌吩咐這些仆人 叫他們把水 倒滿在缸那裡 那些仆人 就馬上去照著這樣做 倒滿之後 然後主耶穌又吩咐他們 將水倒滿出來 然後送去給管賢席的人 那個仆人也都相當之聽話 他們竟然問都不問 就將這些用來洗手洗腳的水 拿去給他們的老闆 這個管賢席是他們的老闆 去喝 你會不會這樣做 我們看到 好 我們當我們很單純 去願意順服神的帶領 我們有時真的不明白神的意思 但我們偏偏知道 這個就是神的帶領的時候 神跡就會在人和神和諧的配合之下 在最適當的時候會出現 那些水在那一刻已經變成為酒 然後主人家的難處的尷尬已經完全解決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順服主耶穌的吩咐 首先如果我們回到第五節的時候 我們看到第一個順服是什麼 是馬利亞耶穌的母親的崇復 在第四節的時候 當耶穌做個宣言 跟他講一段我們大家都很困惑的 那一節經文的時候 當馬利亞聽到那個時候 他並沒有問到耶穌為什麼 他也沒有說到 他說我是你媽媽 你要清楚解釋給我知道 其實發生什麼事 他沒有問到馬利亞 完全一句話都沒有問到 他所做的反而是 立刻叫那些仆人 是聽耶穌的吩咐 做什麼 耶穌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這個就是對主耶穌主權的信服 這個是第一個信服 然後我們回到第七節的時候 我們看到耶穌叫那些仆人 將江倒滿了水 他們立刻也去做 將它倒滿了水 去到江口那裡 也是一個信服 然後在第八節的時候 耶穌又說 你現在可以把水出來 拿去給管賢席的人去喝的時候 剛才說過了 那些是用來洗手 洗腳的水的時候 任何人看到 你會不會相信 那些酒 會從那些 不是那麼乾淨的水 變出來呢 可能 但是那些仆人 沒有有任何懷疑 沒有任何 哇 任何搞錯 我拿這些東西 你含我不義 一會兒我被人炒 沒有 仆人沒有 仆人是願意冒住被窄怪 甚至乎被人炒頭魚 那個可能性 都送去給管賢席的人 這個也是一個信服 因此 我們看到整個水變走的神跡 發生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一連串的 信服的表現 信服的背後就是信心 因為信心 人才可以經歷到神跡 當我們沒有信心的時候 就算神跡發生了 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都感覺不到 所以 我不知道這個 所以從第三節 第八節的時候 我們看到水變走的神跡的過程當中 是需要人對主耶穌的信服 我記得應該是2010年 我去短孫 秘魯的時候去短孫 還沒去巴拿馬 去秘魯短孫的時候 有一晚 就去到被邀請這個弟兄家裡吃飯 打算吃完飯 就算上下都開始累了 走走了一整天 打算去休息 吃完飯就回到宿舍 但在吃飯的時候 當地的牧師打了一個電話給我 他問我 他問我 什麼事呢 他說 我們有位姐妹在香港來的 他說 他想帶他爸爸 他爸爸在秘魯已經住了50年 他想帶他爸爸回去香港照顧他 但是他說 他亦都想他爸爸可能認識了主耶穌 希望他能夠信主 然後才回去 他聽說 剛剛你們有短孫隊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邀請你們短孫隊 跟他聊天 當然我們來做短孫 幾夜都做 我們試過去做餐館 早上4時才回到宿舍 因為餐館的人放很晚 他們12時才關門 還要抽時間跟他們聚會 聚會兩個小時後 他們很熱心 一定要我們吃宵夜 從2時吃宵夜 我們回到宿舍 4時才有一份 短孫是這樣的 但是很精彩 我也很 說回來 當然 在這個時刻裏 我們也當然去 當我去到的時候 牧師跟我說 我們進去之前 或者我們做一個祈禱 特別的祈禱 因為這個伯伯 八十多歲 他現在有了老人癡呆症 當時一想 有老人癡呆症 我怎麼傳福音 我說什麼他都不知道 我說我真的很知道 不可能的任務 但當然也做了 他當然來到 很純服地上去做 當我們做完祈禱 然後去到他的房間 他住的地方 那個穿紅色衣服 就是他的女兒 證明這件真實事情 不是我作出來的 有相違證 當時去到的時候 他的女兒說 你知不知道 我來了兩個星期 我跟他見我爸爸 我爸爸當然不認得我 因為他有老人癡呆症 不認得我八十多歲 這位伯伯 那時候 我說 真是慘了 一會兒都不知道 怎樣跟他傳福音 但是當時候 這位伯伯就在洗手間走出來 他走出來的時候 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他認為 咦 女兒什麼你來了 相當神懼 他突然認得他的女兒 突然認得他的女兒 然後他女兒就說 我來了 我帶了一班朋友 給你們來貪你 當時我就 就好像坐在這裏 我第一句說話 我爸爸 你懂不懂 聽過主耶穌沒有 爸爸說 我當然聽過了 他說主耶穌那個 為我們釘十字架的位 哇 神已經好像 整個過程中 設定好給我 準備傳福音 然後當時 很容易很順利地 跟一位伯伯傳福音 傳福音 告訴他 你會聽到主耶穌是救我們 那一位 因為我們犯了罪 我們需要主耶穌去拯救 不是我們就會落到一個永死的地方 那個地獄的火湖那裏 告訴他 那個時候 主耶穌真的很愛我們 所以他要拯救我們 你願不願意接受主耶穌成為你的救助 你願不願意接受主耶穌成為你的救助 將你的人生 你的困難 你可能不舒服 你可能真的有時候 需要孤單的時候 都有這位 這麼愛愛的神 去幫助我們 跟祂傳福音的時候 這位老伯非常願意接受了主耶穌 當即時成為祂的救助 我們在這個過程裏 之後他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我記得我走的時候 他因為都累了 年紀大了 他睡覺的時候 他都跟我們再次揮手 對我來說 這個過程裏面 不只是一個簡單 一個傳福音的經歷 這個實實在是一個神跡 沒有可能你去到的時候 這位老人家 留到有老人癡呆症 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身邊的人 身邊的事 但竟然去到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是這麼吻合 他竟然可以記得他的女兒 接受了福音 這個神跡 我想是因為我們願意去馴服 見到這件事 可能真的 有時你會看到 不可能的 我還是算了 我們不願意去做 但神告訴我們 只要我們願意去馴服的時候 無論我們看到前面的路 是否關了門 道門 因為我們願意去馴服的時候 神就為我們開路 為我們打開道門 因為這樣 我們才可以經歷到這個神跡 然後在第九和第十節 請大家同學一齊讀出來 一二三 這兩次經文的意思告訴我們 當我們只是專注著熟世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 那時候世界給我們的事物是最好的 人也因為這樣可能被誘惑 沉溺在熟世的物質裡 在娛樂裡面的享受裡面 覺得這個世界是最美好的 是 我們需要娛樂 我們需要享受各樣裡面 但是當我們被這些熟世的東西吸引著的時候 我們沉溺著裡面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些子女 我不是說一定 當你只會拿著手機打啊打啊打的時候 他們來說真的開心 但是他們只是沉溺著一種 不實際的娛樂裡面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而且可能時間越來越久的時候 我們人就會開始覺得 其實熟世的事物並非真的那麼好 並非真的對我們人的靈裡面那麼好 而因為這樣你會開始在想 人生的意義其實是為了什麼呢 是不是只是為了努力去賺錢 是不是就是為了物質的享受 是不是甚至乎我們願意 只是享受那種罪終之樂 明知犯罪 但是在這種犯罪裡面給我們享受的時候 我們有人偏偏就沉迷了去那一方面 你也可能會問到 為什麼當我贏了全世界的時候 為什麼當我贏了全世界的時候 我的生命為什麼仍然都是這麼空虛 為什麼我的生命仍然都是淡而無味的 就好像經文裡面所說 世人都是先擺上所謂的好酒 當你喝了這些所謂的好酒很久之後 它就會逐漸逐漸變成只是一些很次級的酒 經文跟著告訴我 經文跟著告訴我 聽到當這個管賢席的人 試喝了這些主耶穌用水變成酒之後 他就會覺得先前所喝的那些所謂的好酒 其實是一些次級的酒 而現在主耶穌給我用水變成那些酒 才是好酒 同樣的當我們開始專注主耶穌的時候 願意將我們的生命與主耶穌相交的時候 跟神建立一個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會品嘗到 祂給我們的生命 那種風誠美好甘甜的滋味 神為我們預備的 比起這個熟世的人生 其實不知道要好幾多幾多倍 所以我們要知道 哪種酒是我們人生所需要 在第十一節裏 它們說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的神跡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顯出其的榮耀來 祂的門徒就信祂了 這裡告訴我們 當耶穌行水變走的神跡的時候 是要彰顯顯祂的榮耀出來 意思是說什麼 主耶穌不僅想讓人知道祂是神 認識祂是神 主耶穌更加想要知道 想要其他的人 因為見到這個神跡的時候 可以更加認識祂 所以最後那一節經文就說 然後祂說 祂的門徒就信祂了 門徒一直都有跟著祂 一直都有跟著祂 但是門徒那時候 就沒有看到耶穌行的任何神跡 現在在加拿來的地方 耶穌行了祂第一個神跡 給到信徒 他的門徒跟隨的時候 對祂更加有信心 更加專注 因為門徒所看到的是耶穌作為 他的專注 所以本來已經認識他的門徒 因此去經歷到這個水變走的神跡 他們對祂的信心更堅強 可以更加信靠祂 更加渴望祂 而且會將祂完全的所有問題 都會交託給主耶穌 相比我們在第十節裡看到的管言席的人 雖然他親身品嘗了主耶穌用神跡 從水變出來的好走 但因為他沒有專注到主耶穌 他都不知道主耶穌變出來的時候 在他身上可以看到 他完全沒有發覺到這個神跡的存在 沒有發覺到這個神跡的發生 所以 不知道這個power point 所以在最後第九至第十一節 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要對主耶穌的專注 才可以經歷到這個水變走的神跡 其實神跡 時事都會在我們身上發生 但當我們沒有專注到主耶穌 我們沒有讓主耶穌介入我們的生命裡 我們是察覺不到的 今天經文的中心思想說 告訴我們知道 我們人原本的生命只是次好的 好像一些酒 即是一個次級的酒 是有限的 因為那些酒會怎樣 酒會用盡量 但是唯獨神賜給我們的生命 是最好的 也是永遠的 今天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世人自己所濟釀的酒 就好像逐世所帶來的歡樂 是短暫的 只是一時的 不是永遠的 而且有時候還會消失 像剛才這個分界裡面的酒 會溶降 但是如果有主耶穌的同在 他的酒會為我們人生帶來著喜樂 是加倍的 是永恆的 有主耶穌介入在我們的生命裡 不但能夠解決我們人生突然其來的困境 主耶穌更有能力去改變我們的生命 因為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的原因是要改變一切 他要將我們曾舊的生命帶來生走 他要將我們垂死的信心帶來新的信息 我們有時候認識一些信了主時間 都不算短的弟兄姊妹 他們很多時都跟我說 我信了主那麼久 但我都感覺不到神 我都感覺不到神 我都感覺不到神 為甚麼 我不知道我們當中 我們有沒有弟兄姊妹 都有一些相同的感覺 如果有的話 我想用金曆英文來提醒大家 鼓勵大家 我們好好思考一下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 其實我們有沒有真正接待過主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 其實我們有沒有真正熟服過主耶穌的吩咐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 其實你有沒有真正將主耶穌專注在他的身上 如果我們當中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今天來教會的時候 帶著甚麼心情來到這裡 不知道你家裡的生命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現在的生命 好像淡而無味的水的時候 你願意將你的生命交給主耶穌 讓你可以經歷主耶穌的神跡 將你的生命變成一個如酒香醇 又一個水變酒的人生 願主奇妙的作為 他的豐富的慈愛 可以再堅定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可以更加認識他 更加欠愛他 我們一起祈禱 今天我們感情給我們的信息 讓我們知道主耶穌唯獨你給我們的生命 是最好的 唯獨你給我們的生命 才是永恆的 主耶穌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每一天過著這個 因為由你的原因 是一個水變為酒 那種真香醇 那種甘甜 那種人生 這個人生不是可以用金錢來賣到 不是可以用任何物質的事情可以代替 而唯獨因為有你的緣故 這個生命才能豐富起來 這個生命當我無助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怎樣解決的時候 因為主 你的原因 你的存在 我們有一個倚靠 我們知道前面的路無論怎樣難走 因為你有你的緣故 無論前面有風有雨 你都可以帶我們走過 所以求主 讓我們那個真真正正的認識你 真真正正的知道 所以我們做一個基徒 我們真正要對你接待 對你真正信服和尊重 我們感謝你今天給你的信息 你的話語是寶貴的 奉主耶穌基督民求 阿門